大家好,我是Mila 近年我看到不少朋友 其实他的投资中有很多优质的股票 但最后都是亏损收场 有时在我想,你会不会这样想呢? 巴菲特又买苹果给阿迪 你又买苹果给阿迪 但为什么你输他赢呢? 选中股票原来只是一小一小步 其实一般人有三衰六王 总会有用钱的时候 很难像巴菲特那样进行时间围到这么长的投资 但我们可以透过改善捕捉买卖的时机获利 尤其是掌握好卖出股票的时间 正所谓,懂买的就是徒弟 懂沽的就是师傅 学会如何去买出股票 是左右你交易获利多不多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要素 在这篇文章会列出一些错误和有效的指标 今天我会继续和大家介绍多空操作秘笈 Stan Weinstein的技巧 今集的第二和第三部分尤其是重要 因为这是决定你投资人数的关键 如果操作得好,你就会 输少少,赢多多 如果你没看上一集多空操作秘笈的话 你现在可以去右上角的连结去看 那今集你就会吸收得更加好 如果你想了解最实用的股票皆的技巧 和最新的板块知识 就立即订阅我的频道吧 这条影片分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改良版的牛熊四阶段和实例 第二个部分 精准买入和卖出股票的讯号和步骤 第三个部分 股票进入下跌阶段的讯号实例和未来 第二个小心的股票 今天和过来影片最大不同 和其他讲书的YouTuber最大不同的地方 我会分享我自己实际的经验和一些近期的实例 改良版的牛熊四阶段和实例 首先你要学会判断现在处于市场哪一个阶段 我之前的影片其实都有介绍过四个阶段 但是今次我会加上实例和分享心得 也会讲述各阶段的走势和成交量有什么特点 而这个概念非常容易理解 但是千万不能忽视 因为是极之重要的 你们专心听听细节 我一会就会考考你了 将牛熊分成四个阶段的话 第一阶段就是打底阶段 股票市场跌了一段时间之后 最初是移动平均线停止下降 开始横行 走势会来到支撑和阻力区域之间来回震荡 这个底部你可以用一个很便宜的价钱买入股票 但是你的钱很可能会被人锁住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有多长的时间 我举几个例子给大家看 在这里我就不用30个星期的均线了 因为不适用于现在节奏这么快的市场 例如说最近很容易炒的怀孕电力 开始有人炒之前 其实这只股票横行超过一年 其实不只是怀孕电力 很多股票以前都横行的时间是断年计 例如以前微盟都横行了一年 可能你又会觉得 我大把青春而已 又不是等钱花 又不是好像trader那样要定期看着表现 好 那我现在就给你看看中远海控这只股票 横行了整12年 如果你买的位置不漂亮 在2007年的高位买 你今时今日都从未回到家乡 你想想12年之后 你可能生了小孩 幸好小孩都上去买小学了 这只股票都还没用 你留给个儿子 他都未必想要 所以太早捞股票的后果通常是 你会在他真正起动的时候 失去耐性而离场 也有一个可能他永远都不起动了 所以比较好的买入时机 会是接下来我说的第二个阶段 上升阶段 第二个阶段 上升阶段 当一只股票进入上升阶段 他的成交量明显增加 股价向上突破阻力区 移动平均线也开始上扬 这个时候股价依附着移动平均线上升 升了一段时间之后 基本面利好消息就会慢慢开始浮上睡眠 这个时候越来越多基金经理 和机构投资者开始买货 慢慢到越来越多散户买 最后入市那批人都买了 购买力已经消耗到进口 股价上升的力度开始减弱 所以他就会越来越贴近移动平均线 而移动平均线上升的角度 就会大幅下降 到第二阶段的后段 就绝对不适合买入了 因为这只股票的波幅 开始剧烈震荡 第三阶段 顶部阶段 顶部阶段 就是我们理解的竹顶阶段 我解释完竹顶的讯号 会跟大家讲几个实例 一只股票升了一段时间之后 如果出现以下三个以上特征 你就要极度小心了 第一个特征就是成交量变大 第二股价波动比之前的阶段大 第三移动平均线向上的走势越来越平坦 好像不够力估价 股价只是围着平均的移动平均线上下震荡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因为有两群人在撕杀 一群就是看完公司基本面 觉得这家公司极度sexy 我要入市 可能刚刚看完隔楼 另一群人就是很早很早就开始买入 看到股价开始疲軟 而锁定利用的人 两群人的买额和估额 积极碰撞 所以你看到第三阶段的波幅 是明显比第二阶段大很多 当然一只股票来到第三阶段的时候 它有可能重回第二阶段的升势 有很多优质的公司就是 经常在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徘徊 不过都有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况 就是这只股票的股价直接落地了 第四下跌阶段 股票在高位震荡之后 终于向下突破这个顶部的震荡区的底部 继续跌穿移动平均线 继续跌穿移动平均线 和第二阶段向上突破不同 第二阶段的向上突破那时候 成交量必须要增加才是可信的指标 但是第四阶段向下突破 不需要大成交量配合 所以当你看到股票跌穿向下震荡区的底部 继续跌穿移动平均线 就算成交量不大也好 你都要非常警惕 一旦股市进入第四阶段 这只股票便易跌难升 不要在这个阶段买入股票 这个重点我在上一条影片也提过 不要买股价处于中长期的移动平均线以下的股票 不过针对牛熊市的阶段 因为有一个重点我会想提提大家 这个技术分析的模型 是Stan Weinstein在90年代发表 最大的差别是现在市场周期走得很快 尤其是熊市很快就完结 上一个熊市只用了一个几月就完成 如果用30个星期移动平均线去判断的话 反正就可能太慢了 我会用20天线和50天线 效果比较好 你也可以留言和我说 你在用多少天移动平均线 第二个部分 精准买入和买出股票的讯号和步骤 实际操作上 到底我们如何判断什么时候买入和买出呢? 我们看看图里面的操作说明 这个大米集团的股票突破而进入第二阶段 由买入点开始 大米集团突破进入第二阶段 即是在上升阶段之前 它在18.25至20.25的交易区间盘回 你在20.37这些位置买入这只股票 指示价在交易区间下方17.87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潜在的损失空间不算太大 如果这只股票股价顺利上升 你就要好好观察移动平均线 只要你的股票处于移动平均线之上 而且线处于上升趋势当中 你就要给它一个比较大的波动空间 我们随着价格上升而调整这个停止卖点 然后我们随着股票的价格上升而调整离场位置 在出现第一次至少8-10%的重大调整之后 你就要准备调升你的离场价位了 但是在股票回调完不 回升到之前的阶段高位A点之前 你都不需要真的去改变你的离场价位 在这个例子 第一个调整的低位是21元 而移动平均线升到大概20元左右 所以你的离场位可以准备升到C.19.87 即是整数价位20下 不过要注意的是 你必须等到这个股票确实弹到去远离B这个低位之后 并且回升到之前的高位A点之后 你先可以将这个离场价位调高到C点 在股票走一段向上的趋势 作者将离场位置沿着移动平均线去设定 包括我们看到C.E.G.I.点 但是我们看到最终离场的位置 不是跌穿移动平均线才触发 而是和K点和一个水平线上的位置 移动平均线升到I点之后 就不再向上升而逐渐走平了 一旦发生这个现象 第三阶段的顶部开始形成的基率就开始增加 而下一次如果严重跌穿支撑和移动平均线 就很有可能进入第四阶段 即是下跌阶段 所以一旦这只股票进入这个高风险的地带 你就要开始积极管理你的离场价位 那就表示在大米集团的案例中 虽然每条的低位K 处于移动平均线的上方 但是这个时候你仍然要将你的离场价位移得更高 移到K这个位置 留意K在46元 我们会将离场位置调升到45.87元 而M我们看到在46.5元 这个位置非常接近离场价 46元 但是你不需要为一些很琐碎的变化而特定去调整你的离场价 最后如果46元这个支持位跌穿了之后 而在新的第四阶段跌势开始吞势你的利润之前 你已经成功逃顶了 在大跌前带走丰厚的获利利场 虽然你运用这个技巧 不会令你在最高位沽得出这只股票 但是什么都比Stronghold第四阶段 又不舍得走 又不知沽不沽好 厉害很多 值得留意的是 如果你有一次半次被人洗走了 其实也不代表你一定是错的 你要知道你只是在买保险 而一条法则有没有效 你不是看它一次半次合不合的 你是看它长远而来 为你减低多少亏损 它会帮你避免你的股票跌三成 跌四成 跌五成 况且如果危险的征兆消失了 你还可以贵一点去追回 你应该把它视为一个保险的成本 至于什么情况可以重新买入呢 这本书都给了很多很多案例你分享 有兴趣就可以买这本书来慢慢品味一下 刚刚提到过 去到第三个阶段 有些信号提醒你要离场 你还记不记得呢 总共有三个 它们是 一就是股价波动比之前的阶段大 二成交量变大 三就是移动平均线向上的走势越来越平坦 如果你怕不记得呢 你可以保存这条影片 下次你犹豫不决 不知道沽不沽放好 你立刻可以重新这条影片 在进入实例之前 如果大家so far都喜欢这个内容 希望大家可以给个like我 以及在邻里区和我们打声招呼 说一声hello 这个就是对我们的最好支持和鼓励了 好 现在进入第三部分 就是股票进入下跌阶段之前的实例 以及我会分享几只未来要小心的股票 而这几只股票都非常热门 因为我是以中短线为主 所以我的例子都是快速版 即是大约几个月至一年以来的周期 第一只介绍的公司就是淡水河谷 这家公司绝对是一家好公司 以基本面来说 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供应商 和第一大列的供应商 市值接近1200亿美元 近几年的收入和盈利都有增长 而且大家炒通了预期 都会认为这一类的公司会表现得不错 可惜单从技术走势去观察 我们可以看到三个指标 首先成交量变大 我们可以看到5月10日 在高位出现非常突压的阴烛 而成交量扩大 但是股价已经拒绝向上 证明已经不是好友一面倒占上风了 之后股价的波动比之前的阶段大 而5月12日的跌幅 是之前在上升阶段 从未有跌过那么多 再加上股价走下坡的时候 成交量亦比之前大 至于移动平均线向上的走势 越来越平坦 通常一开始转势都不是那么明显 可能你要借助工具的辅助才能观察到 但是到了第三段的后期 正进入第四阶段之前 肉眼看已经非常明显了 虽然你问我 未来这间公司会不会继续跌 即是第四阶段未走完 还是会横行重新进入第一阶段 我的答案是不知道 只不过我觉得暂时这个阶段 这间公司要回到之前的高位 阻力就相对多 也没有进入第二阶段之前 所出现的利好讯号 所以暂时我只知道的是 我这一刻不会买这只股票 另外还有很多人问的疫苗股Beyondtech 我常常回答大家 我暂时不会买 其实也是这个道理 还有就是超级市场股Target 也有出现 1.股价波动比之前的阶段大 2.成交量变大 3.移动平均线向上的走势越来越平坦 当然美股就钱多 这些公司也很有机会重拾动力 但是因为涉及机会成本的问题 在他们出现上升阶段的指标之前 我个人来说只会做一件事 就是等 到这里了 相信大家都对股票街的技巧有一定的认识 如果大家想进一步提升你的性率 就要知道如何去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和临床反应 这条影片我介绍了我自己本人的交易心法 一定会对你有帮助 如果大家对财务自由的主题有兴趣 你可以看这条影片 了解如何由写速靠短炒变成人生胜利组 说实话这条频道的感谢功能开通了 如果你喜欢我这条频道里面某一类型的影片 你可以透过感谢功能去打赏这条影片 就算是1元2元的支持 对我们频道也是很大的帮助 到最后了 不知大家最近有没有买一些赢了很多的股票呢 如果有的话不如在留言区分享给我知道 期待在留言区里见到你 拜拜 多谢你收看我的影片 如果你喜欢我今次的分享 按一下小铃铛订阅我 那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最新的财经资讯 和最实用的股票街日记客 如果你想学一些终身受用的核心知识 和得到我进一步的协助 可以按Subscribe旁边的Join加入会员 下次上传影片的时间会在星期六 我们下个星期六见 拜拜